他现在出来 估计学校的老师和他家人 都会疾风的 他现在出来 毛毛 你哪个学校的 我得跟你家长 还有学校联系一下 不然万一他们报警了呢 前面一小 三点六百 他走了 说说吧 什么事 我想让你跟我妈说 让他跟我好好说话 怎么个好好说话 我妈对我 从来都是大呼小叫的 要不就是骂我 要不就是各种打击我 好像我干什么都错的 说我不长进 给他丢人了 那既然你有这种情绪 为什么不直接跟你妈妈说 我想跟他说 可以说他就发火 他说我就是找这个偷懒 不努力 我费他的苦心巴拉巴拉一大片 结果我又被骂了一次 江光叔叔我实在受不了了 但是呢 在一个小剑的电视机里 看到了你的节目 我想我妈妈也喜欢看你的节目 也许你能帮帮我 你的情况呢 我已经基本了解了 你让叔叔好好再考虑考虑 好 练习过了 学校那边说是 因为跟校车对接不仔细 所以没发现他没在 然后他妈妈也联系了 在来的路上 怎么了 江光叔叔 我到了你的地盘 你要保护我 到时候我妈看见我 肯定是大喊大叫 如果房顶都先看见那种 你可要让他控制 别当众做过 妈妈 你现在在叔叔的地盘 叔叔一定不会 让其他人欺负你 但是呢 马上你妈妈来 你要对他态度好一点 毕竟你是要回家的嘛 等回到家以后 你妈妈如果再建房顶 那我可管不着了 你还被蒙在鼓里呢吧 对啊 钱沟村有一部分村民 已经同意了搬签计划书 而且已经签了一项书了 知道吗 我知道他刚才来的时候 跟我说了 村民签约的事 马克明着没说什么 但他背地里是阻挠的 因为还没达到他的目的 这个我也知道 好像有一部分 同意签约的村民 是背地里 瞒着马克跟我们签约的 但是陈律师带人去签约的事 不知道怎么就让马克给知道了 哦 那我知道为什么他变得那么快了 他是觉得 如果我不去电视台录节目的话 我会跟着他一起去签沟村 那马克也会在哪儿 这样的话村民又签不成了 你说对了 他就是想让你牵制住马克 这样马克就没办法回签沟村了 这样他不就更顺利一点吗 廖律师 你现在可是风口浪尖上的人物啊 牵一发动全身 天哪 这边 廖王 廖王 又见面了啊 又见面了 马总好 对 这次去潜沟村 我亲自接你 全程我都陪着你 廖律师这次就不去潜沟村了 不去了 廖律师是我们潜沟村的一员 不过他有更重要的工作 要代表我们团队和电视台合作 官主任把更重要的工作交给他了 对不对 我要去好好收换节目组 当法律顾问了 我刚签了合同 这样啊 那正好 大海今天晚上搞了个聚会 正好你有时间 你可一定得去 对了 陈律师 关于这个潜沟村的事 你放心 我这边绝对地配合 给你们事务所带来方便的 谢谢 行 那你们就先忙着 我先走了 好 对 刘王 没事 给我打电话发消息 这边请 来 这边请 您走好 今天什么日子啊 不易初醒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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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忙的还没来 这点堵车早着呢 妈妈 作业写完了吗 那能不写完吗 我妈每天晚上盯着我写 写不完 她也不打死我 怎么办 怎么办 这未成年不能上咱们节目啊 但是咱要给她送回去 她肯定还得跑吧 对吧 我送你去 什么情况 她妈妈肯定要来 我去接啊 我去接了 怎么了 是这样子吗 这个小孩叫毛毛 才九岁 她让我帮忙调解她们母子间的关系 还要说是请她妈妈过来聊我们节目 要跟她妈妈面对面好好说话 你说我那怎么办 毛毛 现在小朋友的日子也不太好过是吗 阿姨 你真漂亮 你这嘴巴真甜啊 你说你才多大呀 以后活着的日子还长着呢 看这衣服啊穿得干干净净的 整整齐齐的 说明你妈妈对你挺用心的 我妈说了 她不仅给了我一条命 又把她的命给了我 我真想跟她说 我也没让你把我生出来呀 所以你妈妈这么说 让你觉得压力特别大对不对啊 打她嘴 我去跟那个叔叔聊聊 看看你这个事情啊 该怎么解决好不好 你自己在这儿玩 管啊 穿上衣服几个意思呀 你是牛之灵吗 怎么了 不是 你平时不都说 看到小孩儿脑子疼吗 你看她 古灵精怪的跟个小怪物似的 你还跟她玩得那么亲 她哪像个小怪物 胖胖乎乎多可爱 那对了 台里可跟我说这段时间你表现不错啊 对自己的节目挺上心的 她是个未成年啊 她才九岁 她是才九岁 可她妈妈成年了 那你什么意思 那以什么意思呀 那你是头啊 你要是觉得这个节目可以做的话 那就做吧 但是马上她妈妈过来 前妻的这些什么对接啊 什么沟通啊 就你来搞定 这孩子可是来找你的 好 萌萌 马上叔叔有个非常重要的事 要出去一趟 这个阿姨陪你一起等你妈妈怎么样 这个阿姨也是好好说话的吗 她何止是好好说话的呀 她比叔叔大 知道吧 整个台都是她的 那你走吧 谁也还有跟人说话 你看看 优秀啊 你等等啊 萌萌 等会儿 你别跑 来 阳光 这次算你欠我的 嗯 欠你的 我找你工有两个事啊 第一 今天晚上陪我去个饭局 本来我还不知道 应该怎么跟你说呢 现在好了 什么饭局啊 咱们的怪名商老许 本来看咱们的节目 有点想放弃的念头 现在看 又开始有回声了 所以打算找我们谈一谈 还有啊 她的老婆可是你的粉丝 特别喜欢你 约了你好几次你都不去 这一次生死攸关 你必须得出席 我能不能 不能 老许跟方矮可不一样啊 不许迟到 一分钟都不行 那第二件事呢 罗修彻底得罪了方矮 方矮估计想要封杀她 如果没有方矮的支持 罗修的工作室 估计是我维持不下去了 所以你通知一下晶晶 让她心里有个准备 那我 丁宁 别躲了 我看见你了 跟我进来 好 喂 光光 喂 姑姑啊 丁金呢 一大早就上班了呀 又去了 不是在那个摄影工作室上班吗 怎么了 没有 我正好要去找她 找她谈谈 对了 你可得跟她好好谈谈 可不能再这么喝酒了 再这么喝下去 那单位咱不能去了 放心吧 交给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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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喂 哥 在哪儿呢 我 我在外面呢 你是不是在罗秀工作室啊 我现在去找你啊 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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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在外面忙着呢 那在哪儿啊 我 我说不清楚呀 反正就是不在罗秀工作室 肯定是我妈拍我哥来监视我的 这可怎么办啊 我要分散一下她的注意力 给她找个女朋友 可是找谁呢 我身边也没有像我 这么可爱的女孩子了呀 怎么办呀 我们今天过去的内容 主要是要把委托人 给我们这五项东西 主要立了落实一下 落实到位 落实好 好吧 那我们还是后天开庭 对 回来 走吧 帮我拿 好 来 表邦 只要这几天 马克不跟到钱沟村现场搞破坏 我们至少能拿到十户以上 村民搬遣一项书 虽然你没去钱沟村现场 但是你也是这次大功臣啊 专心上节目 我们都等着在电视上看到你了 好 喂 喂 廖律师 有空出来见一面吗 现在吗 怎么了 你有事啊 不能太闲了 等我啊 我没有做到的 没做到的 他们可以做到的 我们这个地方 从来我们要做的 你们知道 还没做到的 我现在的地方 有什么地方 不败处 我们都要做